中共前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3月17日当选中共国家副主席 当天宣誓就职时,他的一个意外举动震惊全场,被指寓意深长 当天,习近平2970票全票当选中共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王岐山以2969票赞成,一票反对当选中共国家副主席 结果出炉后,随后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中共央视画面显示,宪法宣誓仪式过程中 主持人宣布宪法宣誓,首先由中共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习近平宣誓,然后习近平离开主席台 步上礼台进行宣誓 接着依序由新当选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立战书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等人进行宣誓 值得一提的是,当王岐山宣誓完毕时 他右手放下时突然顺势敲击桌面,发出喷的一声 震动全场,该动作立即引发外界的关注与热议 港媒《苹果日报》报道说,中共政治人物在公开场合 每个细微动作,都可堪玩味 当选为中共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宣誓完后 在众目睽睽下以拳击桌面 此一动作随即引来现场媒体热议,被认为寓意深长 台湾中央社报道说,现场媒体记者均听到 王岐山拳击桌子的声,还对此有所热议 报道说,有人认为,王岐山是为自己能重回 对中共权力核心拍案叫绝,亦有人说,王岐山是在质疑 竟然还有一人反对他 还有人认为,见惯风浪的王岐山 深知中共党内各种腐败和仇恶 而他宣誓完,便顺势握拳拍案 动作一气呵成干净利落 看似是自然反应,或对试词内容感到不耻 就如同说,怎么要我读这样的试词 报道说,当天的投票过程中 除了习近平,王岐山坦称第二男主角 不仅媒体记者争相拍摄 连代表们也对他青睐有加 在投票过程,王岐山走向票箱投票时 现场响起的掌声,还一度大过习近平投票时的掌声 去年中共十九大前 有望留任常委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受到政敌的猛烈攻击 他在去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裸退 但今年1月底,王岐山罕见当选中共全国人大代表 并在本次人大会上当选主席团成员 他出席本届人大会议时 享由于与习近平等其他七常委一样的待遇 上演政坛版的王者归来角色 中共两会白眼门事件持续发酵 中共假外美遭外界大起底 记者梁湘怡的同事透露 梁霍主动辞职留学 有媒体高管表示 此事已成政治事件 中共大外宣和外交戏红可能因此遭习近平当局政治 3月16日,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一名上海媒体人透露 他们还不知道梁湘怡是否已被开除 但是发第二天就传出她要辞职出国留学 她认为,梁翻个白眼又不是什么反共大罪 事件持续发酵 只不过是民间及此表达对梁慧和修宪的不满 针对梁湘怡被吊销记者证的传闻 她的一位上海同事表示 如果报社一定要以违反工作纪律为由处理它 勉强能说得过去,但根据程序不会这么快 现在可能只是取消了她的梁慧采访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网上查询 梁湘怡由新闻总局颁发的记者证 也显示证件状态正常 而媒体高管人士赵先生表示 这个事情从一个白眼演化成对中共体制和梁慧的质问 已从娱乐事件变成了政治事件 麻烦肯定会有 但依照体制惯例 一般不会在舆论最关注的时候开除梁湘怡 但以后会间接让她离职 她还推测 因为事件让官方出丑 假外媒涉及的大外宣和外交部门 可能要有一场麻烦 只要习近平一步高兴 很多人要担责任 张会军甚至会被解雇或者被逼走 因为已经没法再用它 报道还引述媒体人士透露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类似丑闻 中共梁慧秘书处正在清理会场记者 一些小媒体可能已被驱离 对此 时政评论员唐靖元表示 中共海外宣传机构一般都兼具情报特务身份 开展工作也离不开驻外使馆的合作 因此中共大外宣横跨宣传系统 国安情报系统和外交系统 而这三大系统长期被江派掌控 其当局对他们还没有大的清洗动作 如果要针对他们 白眼事件可以是一个不错的理由 而且 中共大外宣的运作和张慧君在中共体制内的活跃 都已持续了于十年时间 而海内外舆论却又将该事件 引向习近平的趋势 或显示此事背后也有微妙的政治因素 3月13日的中共人大记者会现场 上海第一财经女记者梁湘怡 对美国全美电视台女记者张慧君的提问师已白眼 该画面进入央视直播 事件迅速发酵 张吉全美电视台很快成为众矢之地 网友纷纷质疑其假外媒身份 舆论涉及的中共人民日报旗下的海外网 被只有官方背景的媒体人杨岚等 都纷纷发表声明 极力撇清与张吉全美电视台的关系 而曾经与之合作过的机构和名人 至今没有一个人出面为他站牌 大外宣是中共斥巨资构建的一个庞大体系 一方面 党媒喉舌高价收买外媒记者和作家 撰写针对外国人的宣传稿件 另一方面 以各种方式创建或操控海外本地媒体 用外国人的身份替中共进行舆论宣传 网友质疑 每年的中共两会 都有大量的野机外媒 通过中共严格审查 进入会场并屡屡获得提问机会 正是大外宣系统运作的结果 两会上自称美国全美电视执行台长 红一女记者张慧君 刚刚在推特上贴出一张 其与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照片 更留言写道 当我摸着习主席的手时 有种过电的感觉 不可描述 自由亚洲电台调查显示 张慧君真实身份模糊 大量图片显示 他不仅涉及官方的海外大外宣战略 他和中国外交 军方 国安都有密切的联系 报道说 张慧君的身份复杂 曾经用名张慧君 他大学期间曾参加过选美 近年来 国月与各种官方大型会议 出镜采访和主持 其中包括一些国际活动的主持或访盘 张慧君曾出席包括中共十八大及十九大 还曾分别以中共旅游与经济电视台台长 世界知识杂志涉及着 国际网总裁 外交部相关机构人士的身份 在两会获提问的机会 他作为会场记者 还多次在两会中 被别的媒体以两会花絮的方式报道过 而张慧君的新浪微博介绍 其为中共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 该基金会官网国际网首席执行官 这个国际问题研究基金理事会 是由中共原外交系统高官组成 自称民间智库的机构 国际网办公室人士回应称 目前该机构已没有这个人 但其拒绝提供更多的资讯供查询 3月15日 有推文爆料张慧君身着军装上 有中共中校军衔 张慧君微博和微信称 自己为两会戏致解 网友还发现 他还曾和中共文艺界侯耀华亲密合影 照片中他们实质相扣心切一微 自由亚洲引述曾有两会采访经历的 记者陈先生的话表示 自称美国全美电视台 被揭出只是一个几乎无人关注的野鸡台 而明显缺乏新闻素养 但却热衷于自我炒作的张慧君 以该台身份进入两会 并获得提问机会 最终变成大丑闻 网民嘲讽 所谓的全美电视台已经存在多年 却被扒出是皮包公司 只有中宣部和统战不明白 这是一家利用中国民之民膏生存的诈骗集团 陆媒女记者梁湘怡在中共两会会场翻白眼事件 近日在中国大陆网络上被炒的火爆 引起了外国一些主流媒体的强烈关注 日前纽约时报发文讨论该事件 称梁湘怡的史诗级的白眼无意中 暴露了中共两会的虚伪 纽时的文章形容 全美电视台的红衣女记者张慧君 在人大会议上向中共官员提了一个长长的恭维问题 由于提问措辞所占时间太长 第一财经的记者梁湘怡开始不耐烦 她扭头用难以置信的眼光打量提问这一番后 厌恶地对后者翻了史诗级白眼 而这一幕被中共央视的镜头捕捉到并播出后 迅速成为舆论热炒的焦点 文章写道 这一幕罕见的戳穿了围绕着人们广泛关注 却又枯燥乏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虚伪 在精心策划的大会上 高层领导人发表讲话 代表们为新政策盖上橡皮图章 给中国的专制统治披上民主的外衣 文章引述一位评论者的留言 两会开到现在 我就记住你了 而另一条获得许多赞的评论 对翻白眼表示敬意 称他代表大多数人 翻了我们不敢翻的白眼 事件的发酵被大批民众迅速赋予了微妙的政治内涵 在大陆非常普及的即时短讯应用微信上 人们开玩笑地把梁湘怡和提问者 根据他们衣服的颜色分为两个党 许多人说 他们支持蓝党 梁湘怡穿的是蓝色的衣服 提问者张会军穿的是红色 那是中国共产党的颜色 尽管中共的网络审查机构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手段 大批删除相关评论 并把梁湘怡和白眼等词汇列为敏感词禁止搜索 但不屈不挠的网民仍然涌到梁湘怡的微博账号 在他一条稍早的自拍照下面留下两万多条评论 以及超过三万个点赞 观察家指出 在某种程度上 被压制太久的民众有意无意中 已经把红衣女视为中共的象征 而这个憨畅淋漓的白眼 让民众感到了一种释放不满的痛快 而那位端着腔调提问的红衣记者张会军 看上去更像一个朗诵台词的表演者 张会军究竟提了怎样一个问题 让他身边的梁某如此嫌恶呢 据了解 张某在会场上获准提问后 先特意介绍成自己是全美电视台的运营总监 然后才提问 张的这一段提问用时长达45秒 期间更参杂了过多自己的主观评议和变相吹捧 而他在提问前炫耀身份头衔时提到的那个全美电视台 过去曾与中国的官方电视台有合作关系 其总裁杰森奎恩甚至还在领英上透露说 自己担任了洛杉矶的孔子学院院长 而孔子学院其实是中共对海外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宣传机构 所以张会军遭人怀疑是中共培植的假外美派到中国大陆来给中共捧场的托 梁湘怡翻白眼的镜头播出后 不少网民开始在网络上发表搞笑性质的场景重现的表演视频片段或动图 梁本人在网络上的人气也迅速飙升 其微博粉丝人数在一期之间攀升至十万人 大陆网购平台淘宝上甚至有店家开始出售印有梁湘怡头像的T恤衫和手机套 有中国网友评论称 称梁代表大多数人翻了我们不敢翻的白眼 围绕白眼事件在中国大陆网络上刮起的舆论风暴迅速引起了一些真外媒的强烈关注 截止目前已经有包括CNN 路透社 彭博社 澳洲广播电视公司 亚洲新闻频道等多家境外媒体的驻华记者 在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上热烈地谈论此事件 美国全美电视执行台长张慧君 我的问题是以管资本为主转变 国资监管职能是当下大家都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 那么作为国资委主任 2018年在这一领域您将会推出哪些新的指措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我们国家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提总书记倡导一带一路的倡议 国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加大 那么国有企业的海外资产将如何得到有效的监管 以防止国有企业资本的流失 我们推出了哪些监管机制 监管的效果又如何 请您为大家做一下介绍 谢谢 国家的投资力度加大 那么国有企业的海外资产将如何得到有利的监管 以防止国有资产资本的流失 力度加大 那麼国有企业的海外资产将如何得到有效的监管 以防止国有企业资本的流失 加得投资力度加大 那么国有企业的海外资产将如何得到有效的监管 以防止 投资企业资本的刘 中共央视画面显示 宪法宣示仪式过程中 主持人宣布宪法宣示 首先由中共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习近平宣示 然后习近平离开主席台 步上李台进行宣示 接着依序由新当选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立战书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等人进行宣示 值得一提的是 当王岐山宣示完毕时 他右手放下采访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网上查询 梁湘怡由新闻总局颁发的记者证 也显示证件状态正常 而媒体高管人士赵先生表示 这个事情从一个白眼演化成对中共体制和两会的质问 已从娱乐事件变成了政治事件 麻烦肯定会有 但依照体制惯例 一般不会在舆论最关注的时候开除梁湘怡 但以后会间接让他离职 他还推测 因为事件让官方出丑 假外媒涉及的大外宣和外交部门 可能要有一场麻烦 只要习近平一不高兴 很多人要担责任 张会军甚至会被解雇或者被逼走 因为已经没法再用他 报道还引述媒体人士透露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类似丑闻 中共两会秘书处正在清理会场记者 一些小媒中共两会白眼门事件持续发酵 中共假外媒遭外界大起敌 记者梁湘怡的同事透露 梁湘主动辞职留学 有媒体高管表示 此事已成政治事件 中共大外宣和外交系统可能因此 遭习近平当局政治 3月16日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一名上海媒体人透露 他们还不知道梁湘怡是否已被开除 但是发第二天就传出她要辞职出国留学 她认为梁翻个白眼又不是什么反共大罪 事件持续发酵 只不过是民间及此表达对梁慧和修宪的不满 针对梁湘怡被吊销记者证的传闻 她的一位上海同事表示 如果报社一定要以违反工作纪律为由处理她 勉强能说得过去 但根据程序不会这么快 现在可能只是取消了她的两会时 突然顺势敲击桌面 发出喷的一声震动全场 该动作立即引发外界的关注与热议 港媒《苹果日报》报道说 中共政治人物在公开场合每个细微动作 都可堪玩味 当选为中共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 宣示完后 在众目睽睽下以拳击桌面 此一动作随即引来现场媒体热议 被认为寓意深长 台湾中央社报道说 现场媒体记者均听到王岐山拳击桌子的声 还对此有所热议 报道说 有人认为 王岐山是为自己能重回中共权力核心 还按叫绝 亦有人说 王岐山是在质疑 竟然还有一人反对他 还有人认为 见惯风浪的王岐山 深知中共党内各种腐败和仇恶 而他宣示完 便顺势握拳拍案 动作一气呵成干净利落 看似是自然反应 或对试词内容感到不耻 就如同说 怎么要我读这样的试词 报道说 当天的投票过程中 除了习近平 王岐山坦称第二男主角 不仅媒体记者争相拍摄 连代表们也对他青睐有加 在投票过程 王岐山走向票箱投票时 现场响起的掌声 还一度大过习近平投票时的掌声 去年中共十九大前 有望留任常委的中纪委书记 王岐山受到政敌的猛烈攻击 他在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裸退 但今年一月底 王岐山罕见当选中共全国人大代表 并在本次人大会上当选主席团成员 他出席本届人大会议时 享有于与习近平等其他七常委一样的待遇 上演政坛版的王者归来角色 中二